大家好,现在向大家推荐一个房子 这次出来玩,这个房子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到了,测 看一下,这个左边的,这个3号就是,对的 车户门,遥控车户门打开,门已经开启了 左边这个车户门,这一栋就是,这是一共是三栋 一个,两个,三个,我租的这个是3号的 我已经住完了,进去看一下 我已经退房了,所以感觉呢,不错 给大家推荐一下,性价比比较高 看,这是laundry了,洗衣间处理 这个呢,是水槽子 左边是洗衣机,右边是干衣机 这个篮子里的是浴巾,洗手巾 我用完了以后,退房了以后,收到这里边 这边是没人给收的 都是自己收的 看看这个门,这个门打开 进去呢,就进到房子里面 这是一个townhouse,叫连排别墅 看,这是进户的门,小门 有车库一般,很少有人坐这边 然后呢,看看,这是一个走廊 这是一楼,这是两层楼的 这是一个卫生间,一楼的卫生间 卫生间,这里边有洗手池 澳洲好奇怪,地很大 用这样小型的洗手池 看看,和我的手比例,看看 水龙头是标准的 洗手池很小,好奇怪 然后呢,继续往前 这是一楼了 两层楼的townhouse 叫连排别墅 你看,这是一个厅 沙发 各种遥控器 有有线电视 包括上网的密码 这里上网呢,比较受限制 只给五百兆一天 第二天给你续买 但是超出了呢,要花钱买 四块钱,买五百兆 网络不适合 可能是外国人经营的吧 这是餐厅 饭桌 厨房 冰箱 来到这儿的冰箱 一般都是给你准备的冰水 一瓶 冰箱 我们没喝 这些是咖啡的小牛奶 冰箱呢,好用的 微波炉 有咖啡 免费的茶 糖包 菜板 烧水壶 而且餐具都是一应俱全的 什么都有 买回来了就可以生火了 国贝这个是想的很周到 包括这里边 还有油 还有沙葱剂 喷的 如果夏天有昆虫 喷喷 这边是一个炉灶 是电灶 这主要的生活方式 都是用电灶吧 下面是一个烤箱 这里面餐具 有的 碑 碗 盘子 看 看 这有什么呢 玻璃杯 这是洗板机 走了呢 我把碗盘子 都插 都放在里边 然后让它工作 我们就可以走掉了 退房了 一楼 一楼 一楼呢 这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它是当做 约衣服用的 实际上没什么用的 这是 我们通常叫study room 但是它现在用来出租了 就这样可以烫衣服 这样的 这房间 这是推完房之后的状态 我住完了以后 感觉不错 在路的 外边呢 有 BBQ炉子 有个小的院子 小的 室外的餐桌 然后呢 那边还有 亮衣架 衣服可以塞在这边 看一下 然后呢 去二楼看一下 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性价比比较高 我非常推荐 在这个1770镇 一百七十道 还是非常值得 二楼 非常推荐 非常推荐 这儿开始都是地毯了 二楼 上了二楼 这边有一个衣柜 这个房线 看看衣柜 看看衣柜 这个国外的这个房子的标配 都是有很多这个柜子 都是嵌入室的 都是活动的衣柜 都是墙 你看 房子装修就装在里边 然后呢 这是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房间 这房间两个单人床 好 这房间我们没用 就保持这个线状了 这样 窗外景色 这属于是接近海边 不是海景 这边也是衣柜了 每个房间都有嵌入式的衣柜 这房间 来来看看这个房间 我的孩子们是在这个房间睡的 我没用的房间就不给人家用了 当然节省这个劳动力成本 虽然都不额外收费 但是一般在柜子里 它都会有备用的枕头 如果高度不够 预计没用呢 我也把它放在这儿 一架 都有的 这柜子两边开的 一般都出来的话 很方便 很方便 是吧 关上 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呢 左边呢 是一个 在浴盆的 洗澡间 然后呢 继续往前 有些 经常会有备用的纸啊 这个垃圾袋 我们用完了 都收走了 然后呢 这右边呢 又是一个单独的卫生间 卫生间呢 这是一半个了 然后呢 继续往前 是 继续往前 主卧室 第三个卧室了 这个属于三个卧室的 加一个 study room 这个主卧呢 里边呢 也有一个 洗澡间 可以操明浴 洗脸 都可以 能保护环境 没用的东西都在这儿 下次再有客人 可以继续 这是一个 主卧的 卫生的 衣帽间 衣帽间 所以说放衣服都很方便 这是 主卧室的 主卧室 右边这个是 卫生间 洗澡间 左边是衣帽间 但是这是一个小的阳台 非常好非常好 有床 我们来上阳台看一看 看看这个房子的景色 景色也特别好 我们打开 沙门也有的 夏天热 防层 看看 那两个小椅子 坐着很休闲 很舒服 坐一下 看看这里的景色 景色还在不错呢 那边呢 那边呢 现在正对的方向就是海边了 海边不很远 景色是不是不错呀 那是一个独栋的 这边也是一个独栋的 中间这个独栋的地方呢 那边也在拜 这边是一个独栋的 这是一个独栋 这是一共三个连牌别墅 连在一起的 这是两栋 价钱都是一样 都是一百七十块钱 我钉的时候都看到 但是有一个 没有 大家看到街坊 海的吗 然后在这个房子这边也是海的 那我们现在去看 那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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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近 去地道 把这个门关一下 走了 现在收拾了一下 再看一下 然后呢 不知道出去了 那可以听到海的 海风的声音和海浪的声音 是吧 那方向走一走 海边 前面看到有一个路标了 路标的后面 放的是垃圾桶和指示牌 这就是去海边的路口了 这很安静 没有路标的车 看看 这就是路口了 去前面 走过前期的 很近 这个上面是提醒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说呢浪很大 提醒你教室 这可以在这遛狗 不能入营 不能送火 不能收狗 这边呢 是垃圾桶 这个是遛狗用的袋子 这都是免费艇 这边也有一个地方在带 现在穿过这个小路 前面就是海边了 很方便 穿着泳衣就可以来 带一条浴巾 回来就可以冲澡 特别方便 刚才这个房子呢 是两个洗澡间 三个卫生间 很适合呢 像中国如果一个孩子的家庭呢 来两个家庭 租这个房子 就划算 一百七十块钱 六口人家 两个孩子睡 两个单床 两个双房间 双父母睡 也可以两代人来 也是不错的 这个性价比 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已经听到很清楚的 海浪声音了 我们看到这一个小瓶子 已经是沙子了 听到海浪的声音了 这有一个小亭子可以休息 前面已经是海了 太平洋,这里是太平洋 1770镇 特别美的海边 这还有一个小亭子 海边有人在散步 这是周末 现在都是在度周末 一个假期票,今天人比较多 前面来没有几个人 看一下 不下去了,就到这了 往回走了 好了,感受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距离,就到海边了 大概50米 不知道到不到50米的样子 到海边的距离 这儿 入住是10点 不,下午2点钟 可以入住 退房是10点之前退房 退房的时候 就是去取钥匙的地方 没有人的 把钥匙丢在里面 就好了 它的房子外边有一个洞 偷了一个洞,接了一个管道 就像我们的水管 是塑料水管 它是有角度的 然后钥匙头里面 就会掉进去 这就是 退房了 租车租房一般都是这么简单 退房把钥匙扔到 一个指定的地方 就可以了 没有人查 如果真有问题的话 事后它会 在你的帐户里面 扣你的钱 来 嗨 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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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来海边了 游泳 这整个1770深 我感觉 一半以下 是居民 一半以上都是在里面的 是度假的 不得对 宝贝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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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